星光不问赶路人,时光不复有心人 当我深入探究肖战的成名之路 仿佛走进了一条光影交错的时光隧道 从X9少年团到陈情令里的魏无羡 肖战用他的才华和努力 述写了属于自己的星光传奇 他的每一步成长都像是夜空中的一颗颗星星 汇聚成了耀眼的银河 记得那次在微博上 肖战一一步聚集爆红的消息刷了屏 我的朋友们都在讨论这位星际男神 那时我不禁思考 这背后是怎样的影响力扩散机制 他的笑容,他的角色,他的歌声 如何穿透屏幕触动了千千万万的心 在这个看脸的时代 颜值似乎是打开知名度的第一把钥匙 但肖战的魅力也不止于此 他的谦逊,努力和才华构成了他独特的个人魅力 正如那句名言 天才是1%的灵感加上99%的汗水 肖战的成功 是才华与努力的完美结合 追星对于许多人来说是一种情感寄托 是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 然而如何在狂热中找到平衡点保持理性 我开始反思自己的追星方式不再盲目崇拜 而是学习肖战身上那些值得我学习的品质 坚持梦想,勇于挑战,不忘初心 社会学者和文化评论家们或许能从肖战现象中 看到更多深层次的文化与社会互动的趋势 对我而言,肖战不仅是一个偶像 更是一个激励我成为更好自己的例子 他在舞台上的光芒照亮了我前行的路 让我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力量 在这个充满变数的时代 我们追求偶像的脚步不应迷失方向 肖战现象告诉我们 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那颗最亮的星 只要我们拥有追逐闷想的勇气和不懈的努力